第二百一十一回,火柱困雙環,雷澤沙忠援道女,藍田餐玉實, 凌空天際見真人,苗一夫人率領長有兩輩同援 以及太原洞內閣仙奔,齊出後洞,迎接怪叫花窮神靈魂, 白髮龍女吹五姑代藥請來的幾位先人,剛到人雲亭前, 便見東南天際有一朵彩雲緩緩移動,青郎仙子華瑤嵩和白雲大師等人正說少姦, 彩雲縮地加急,染染洗來,仿眼變得了人雲亭上空, 江漢出內中蓄勇著幾個美染絕倫的仙女, 苗一夫人代曉飛身形上前去,忽自雲中飛射下兩度金光, 現身一漢,正是田西派教主靈魂,吹五姑夫妻二人, 一落地,吹五姑首先朝廟一夫人舉手為禮, 蕭道,我為齊道友袋約了幾位嘉賓, 只說時出意外,不料諸偉道友敬早前之了, 說時,彩雲也已非聚,現出全身,眾人見來客,共是男女七人, 只有一個年約十四五的道同生雙旗鼓, 如者都視道骨先風,風神絕世, 內中一個身穿藕合色羅衣, 腰系斯韜,堅皮翠綠色梭羅雲堅, 羅蜜珠里,首則忽塵, 年約二十三四的少婦,和另一個身穿薄如蟬翼的輕紗, 空掛金圈,要為粉紅色蓮花短裙, 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雪夫花茅,秀麗入骨, 又為個鐘喬楚,下如懷有三個少女,一般淺黃宮莊, 各用一把豬竹鬼柄,指玉圍頭的長臂鴨嘴花巢, 挑著一個形式貫雅的六角淺底的花簾, 剛在玉堅之上,雲笨風環,先知卓躍, 到時萬般美艷,年幾二差不多, 南的隨道同外,還有一個與醫生貫的中年導者, 在同來豬人中年幾須長, 卻與三個堅挑花藍的少女造一喜, 隨在後面,好似背份上在道童之後, 苗一夫人等恩是初見,連亡形相, 正要請問聖明法號,令亡少道, 然主嘉賓,君不在少數,請自先府再行禮聚罷, 苗一夫人便向來客師禮,然請入洞, 雙方略至謙遲,由白雲大師前導, 苗一夫人等陪客同行, 眾門人後面美隨同入, 到了太原洞中,仍由零雲夫婦代雙方通名隱見, 賓主從有禮聚,互至敬慕,分別落座, 原來這七位先奔區時東海盡頭,落濟過去, 高折天界的海上神山天紅山絕頂靈叫宮中主者赤像真人門下兩輩弟子, 為首三人,那虎臉炮頭,金髮子味,金禎重銅的道銅, 那真人的全弟子赤像仙同遠久,那村偶合羅三的小虎,名叫金碧吾, 那身穿白蟬翅沙的名叫丁色,那三個挑花藍的少女,一名陳文基,一名管青衣,一名趙惠, 乃今,丁二女先的弟子,那中年道者,名叫雲重雲,反是遠久的弟子,赤像真人在同時已得到,成了聖先, 自經過道家四九重劫以後,便在天紅山絕頂建立仙府,率令兩輩弟子隱居清修, 到那仙山長生歲月,不曾再理陳世,那寧叫仙府地居極海窮邊, 中隔十萬人流沙落際,高幾上接靈空天界,至頂萬四千像以下, 山羊滿是火山,中歲煙霧尼萬,烈焰飛揚,用石流金,嚴威穴次,人不能近, 山羊滿是謹古不消的萬象兵雪,寒威學烈,江峰四起,兩面都是寸草不生, 要越過這些寒冰烈火之區,上升三萬七千像,衝過七層雲帶, 只能佔入街景,到那四季長春,美景無邊的仙山聖地, 真人使徒又不起與外人交往,所以先凡足夕驅不能到。 零,催異人起初並不相識,雪喜形式,那環視在身近, 原來白髮龍女催五官偶往東海彩躍, 忽在海濱發現一個與面人生的怪物,在海邊沙窟之內奸淫婦女, 那怪物口吐仍然,並會擾發,身邊環帶有一斤鳥魚,勇敢發一考問, 才知是亦道仁耿均的外徒,背詩遠出惠惡,已非一遲, 怪物看出五姑神色不善,那根衝作求救信父的鳥魚沒有用上,便被擒住,為求活命, 又想引吹吹五姑去惠乃斯,自投羅網,便說天蓬山陽, 炳火真正形成的自保雷澤神沙,近已出現,日夜發出奇光,照耀極海, 其師為以布三仙相助天護寶生夫人相他之仇,以玉彩煉此寶,日後前往臥味,將全山消化,以布前仇, 業已去惠惡,並拔取寶之法告知,以求免死,五姑之他心傳叵測,淫惡窮兇,問完前情,便即諸綠, 苟均擾法通神,由善元宮變化,協生相亦,來去如風,本就禮害, 若將這前古純陽真火穩結人慾的其真德去,亦發助長兇嚴,反正無事,立照怪物所悉途向趕去, 以五姑的法力,還非行了一天多才到,天蓬山遠望,本就事仇雲低莫,煙霧尼曼,天水將疾,中古一片雲亡,輕易看不出生的全貌, 此時趕去一看,老遠邊見兩狠大火柱,速立天際黑煙之中,因是煙霧濃烈,黑壓壓,彷彿天與海上下合成一體, 但雅火柱卻卻是顏色鮮明已結,海上萬重驚途全被幻成異彩,五姑連袖一雙慧眼,大滴當前,更是流心, 初漢以為火山爆發,等守飛近,定征細漢,不得雅火柱卻有人再主持,並還集有妖邪之氣, 不是山上原有煙霧,堪蠢,自己雖然得度多年,但此山從未度過,以前只聽師長提起,雪山在東極, 雙夾三仙所居東海環有十幾萬里,眾年為火雲煙霧龍罩,高出天看,中有江峰,冰雪,烈火之災,山有不產生物, 先繁殖殖皆所不治,偶有好奇的修士前往,異玉攀升著頂, 想去兩三萬象,便看出無甚意思,以為再到頂上也不過如此, 又不能久內江峰,冰雪,烈火的空威,全都未進而返,隨已成道的金鮮, 不知有人去過沒有,近數百年間,各島洞山先修士,誰也不知此山到底多高, 山頂是否險了更多,有神景物在上,此此凶險僻遠之軀, 斷定本來不會有人,定是神沙發言,啟人既如,都想來此收取,據為己有, 耿均也是其中之一,因而爭鬥起來,只是這樣猛惡的神火困在其內, 竟能感受,此人法力也自不少,這時五姑相隔當地還有好幾百里, 因各對方是個勁敵,只知有人被擾發困在火柱以內,被困人不知是何路數, 若是亦道人耿均,自信還能抵禦,若是逼人, 卻不知深淺,望若靈魂同來,人單世孤,恐有閃失, 老遠便把身形引去,隱蔽燈光,加急飛行,正在查看火中人的邪靜, 飛行迅速,不覺快到,猛一眼看出烈焰之中裹著兩座彩雲,知事圓門有道知事, 同時,同時又看出火柱前面有一協生雙翼的妖人, 手持一劍,正在行法,家爭火勢,分明有兩個同道中人圍繞斜所困, 眼看危急,聲聲傷嘅,不禁起了疾惡同手之感, 立時加急趕去,也時五姑該當得此以保,為他年夫妻抵禦四九重結之用, 自覺大敵當前,救人深切,不知妖人有無餘黨, 異獄一舉成功,只把火柱當作耿坤自煉順陽之火, 未曾顧忌,一直隱身前進,下手異常神速, 事後才知臨時疏忽,沒有認清,所修景是那極厲害的雷澤神沙, 吃了一驚,寶物已經得手了,這一面,耿坤又是素來嬌橫,以為窮邊極海, 敵人絕無後患,足可任意橫行,那支追五姑突然隱身飛來,一到, 先將自己多年苦工採取五岳興雲連酒的感雲都放出,化為千百像五色雲幕, 罩向兩斤火柱之上,同時取出七寶紙精瓶往外一套, 立有一道紫金色光芒涉向煙雲之中, 妖火已被煙雲裹著,金光又將煙雲吸著, 即此長情吸水一半,修修兩星,仿眼修盡, 亦道人耿坤正在一二思維,激指怒渴火中所困敵人,速急降順, 免得骨化雲燒,猛角彩雲,金光雙似飛射,知來了敵人, 還沒想到世至如此神速,因人未見,無後一聲,朝金光來處將手一指, 飛出一道赤紅色的光華,如飛上前,忽聽聲音有異,回頭一看,兩斤火柱齊化烏油, 火中敵人已紛紛施展法寶,夾攻而來,同時吹五孤也已現身, 一面放出飛劍,將那赤紅色光華敵住,大渴,扁無妖液,善感欺壓良善, 我絕不似東海三仙心緣,叫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 隨說,守陽柱,太月神雷雷火金光似薄與一般迎面打去, 僅困見敵人一現身,便將自己運用五行禁制,並將自己連日所收雷澤神沙所化的火柱收去, 知道禮害,心氣意淚,又見雷火猛烈, 元困兩敵人的法寶威力又非尋常之彼, 不由又驚又急,露火中燒,把心一橫, 麗笑一聲,震亦飛起,到鳥空中,略一展動, 似佔上即飛射出千萬點火星紅光, 滿空飛無,醉而不散,一面底敵雷火和飛劍寶光, 一面準備施展員工變化,聘過死活, 那支追悟故早已放到,請將三支金剛神火箭取出, 這類耿坤眉及思維, 猛撇見三支火箭由滿天火星光下中直射過來, 知到此展尊雙敵人元神,只要射上,至少好去兩三百年功力, 再遇三戰年中,更無幸理,又厲害的事, 此寶與敵人心靈相通,得規即入,由心運用, 最難抵禮,治療再延下去,空多吉小,急切間又無計可施, 只得自斷三斤主靈,化為替身,抵擋三戰, 縮地施展員工,化為一片垂星般的火雲,橫空逝去, 其質如電,信息二秒,吹五姑之他非頓神速,追趕不常, 見那三個化身已有兩個為火箭所傷,化為紅煙飛散, 知時鳥羽所化,望將三戰招回,收下一看, 那鳥羽足由三尺來場,降臨細密,忍犯二彩,不捨委却,便即行法禁制, 免被妖人收轉,江江亭當,被困兩人已飛身趕來而相借, 吹五姑見來人乃是兩個少女,驅刀兒太萬方,清黎出塵, 一望兒之是兩個搖功仙女,忘含笑橫黎,互相落下,正要通名問訊, 忽見一朵彩雲子空非聚,縮地現出一個美麗小婦, 一個少女,見面便同聲禮謝道,如指每年日隨時加師赤像真人, 採取靈藥若縣的各種靈藥以及小藍田玉實,公連靈丹, 以為舊到海內外有根行的三仙之用, 不料小徒無知,偶然游戲,撥雲下視,發現妖人再此取淚紮沙, 此寶妹七百九十年由本山火口內湧出一次, 宮中原有,本可不去採他,只因妖人心貪嬌橫,目中無人, 二玉琴探火源,揭擇而喻,小徒恐他偉選本山奇景, 洩了地廢靈氣,一時輕舉妄動,下來了紙, 不料法力有限,反吃困住,如指每和珠同門又當火候吃緊之際, 無下分身,眼看危急,當蒙道友仗義相救, 家師隱居備地,幾如千年,各方道友君小往還, 道友也許尚未深色,此地不是講話之所, 家師所居靈叫宮,就在此山頂上,請道上面一聚如可, 五孤雖不知對方來歷,一聽者等說法,又見來人神情風道, 知是天仙一類人物,奇緣與合,心中大喜, 欣見對方師徒處在增嚴山腳下的燒煙火氣, 衝衝略略為謙借,便即起身,行事, 然女少道,此山高折凌空,中甲七層雲帶,嘉賓遠來,上士首次, 待如梓梅借醜,同意片雲接家霸,隨雪,笑腐羅米微羊,便由袖口內飄聚一朵彩雲, 仿眼便散步開來,吹五孤之道中途江峰猛烈,主人謙虛, 故意如此說法,便隨四女飛身旗上,同往頂上升去, 飛出萬象以上,江峰越來越來,四女見五孤通如未舊,也頗陰伏,笑腐笑道, 此山江峰,實是野艷,如梓梅不願下山,也是為此, 隨手指柱,腳底彩雲便反捲上來,將五人一齊包末,眼望雲外, 黑風潮湧,冰雪閉空,彈雲中東末一點感覺,飛行更是迅速, 像這樣接連飛過好幾層雲帶,衝破三四段寒冰封火之區,才到了有生物的所在, 漸漸淋漫漫漫,真欽其秀往來不絕,五孤見景物已結佳妙, 先雲環在上升,脈算所驚,已升高了七八萬象, 心方驚異,新子己由彩雲湧著,由衝越過了一處雲層, 沿途竟物憶法零售,到處間隔休期,遙草其花。 觸目到時,這才看見上面彩雲環繞中,隱隱現出一所仙山流角,隨又嘗升了千多像。 方此到達,早有好些仙女形張出來,仙雲念處,腳踏實地,五谷隨眾前行, 一看這地方,真是自從城到以來,頭一次見到的仙山景至, 山頭上一片平地,兩面荒草成回,泛花如瘦,當中玉石湧怒,又歡又長, 旗平如鏡,晉頭處,貝山麵湖,速立著一座公園,廣約數十八情,內宗殿與魏鵝, 白石清泉之間,臨活大步數譜以上,枝頭其花盛開,如燦爛雲感,多不知名,清風逝世,時聞渺香,萬花臨中, 是悠悠悠學純綠成群長集,結對稀游,上面是碧空情濟,白雲飄渺,下面是晴流玉雨,萬活千門,更有其風撐空,清泉勇地,點塵不到,溫暖如春,端的清泥靈期, 仙境無邊,之身其中,令人以目應接不下,正在沿途觀賞,對面走來一個中年道者,朝著為首少婦說道, 師祖宗殿在玉珍殿殿後,請師叔陪了來客人見,少婦張頭未點, 敬引五姑園穿滿直垂樓的長堤走去,走約一半,忽見長橋外波, 橋對面碧樹紅蘭,宮廷隱隱隱,中間夾著一片淋木,蒼翠如木, 村林出去,面前出現一片極負麗的電雨,電前一片玉石平臺,氣象甚是莊嚴, 五姑雖然得道多年,到此也不覺心折,走到平臺遙街之下,方玉兒後輩之禮通名求見,請為首爾女代為先容, 忽一道同打扮的先人接出,對五姑道,家師命我出營,請吹道有不必太謙, 敬到殿上相見,五姑謙借了兩句,徐宗同俊,見者殿甚是廣大,驅是情欲見成, 一妻陳切用具,無一筆是精美絕倫,人間未見,殿當中並未設甚寶座, 指東偏青玉塔上,坐著一個相貌清古的先人,徐前見道同愛, 還有七百個男女時者在則是立,知是宮中主者赤像真人, 因真人得道已如千年,你應以後輩之禮拜見,光耀拜倒, 真人是命中女弟子亦住,燒道,我與道友並無淵源,如何敢當大禮? 五姑道,弟子自從先師非升以後,從未向人執過後輩之禮, 並非有意謙公,只為真人乃先進真仙,弟子色才有事先與門下諸位道友接談定交, 論哪一樣也仍是後輩之禮,尊長在前,怎敢失禮? 說吧,依然拜了下去,真人一面還著搬禮,並令仲弟子扶起搭借,燒道, 道友如此謙公,我也不便再遺遺遺,請坐序談吧, 隨命是者往小藍田採取先果款下,五姑見仲在旁,仍然不肯就坐, 真人笑道,我在此山清修多年,對於門下弟子禮節採寬, 道友只管請坐,他們也要坐下,五姑只得正了,落座之後, 隨卻第二輩弟子和宮中時者外,仲男女弟子都分別就坐, 五姑聽真人說起來歷,才知真人姓流,與唐羅公園同時盛道, 本意收到天仙偉業,只為到時差了一點火候, 形容玉啟飛聲,便須再轉一劫,一則不耐塵勢繁擾, 由吃門下男女弟子苦口挽留,真人師徒情從, 放者凌風仙虎高折天域,仙己無邊,更有藍田若實,寧願先若, 一樣長生不老,拼著永為地仙,享受清福,成道以來,以歷千年,未理陳世, 烈朝烈仙未成道飛聲以前,也從無一人來過,中間只有一個轉劫山仙, 名叫雲從雲,受令一地仙子人,像著一道靈父護身,由山及下霧著冰雪與江峰,烈火之險, 免時半年,暴行上山,拜在真人大弟子赤像仙同遠久門下, 另外還有三個在全女弟子,乃是南宋木年終神之後,宋望,隨著一家截斥頓途海外,被巨風吹入樂際, 全州越南,紫三女共抱著一塊船板,被風浪打到天蓬山及海濱沙灘之上,醒來想起國破家亡, 全家慘死,終日飛入,正要雙掠頭海,吃真人門下金碧悟,丁飾兒女弟子無心中撥魂下時發現, 品名真人,到上山來,收歸門下金碧悟,丁飾兒女便是引五姑入宮的小婦王那少女, 三女一名陳文基,一名管青衣,便是五姑所救兒女,還有一名叫趙惠, 此外宮中男女弟子是者共有二三百人之多,隨即在全弟子,每隔三年下山即收外宮, 就便接引些有根行的人上山外,這些頭背弟子也是千年不理陳世, 那些事者都竟在全弟子引來,每次下山,終直軍極隱備,輕而不與外人交往爭鬥, 先發肚苗,發寶神奇,真人更具圓門無相法力,一切因果早經算奏, 如是先機,依然行事,有緣者皆已引渡,否則人前絕不洩露,因此不為勢之, 此次突許五姑入見,故因解救兒女弟子之得,此外還有一段因果,並說,近已著門下兩輩弟子下山行道, 目前要邀斜橫行,各方道有數無淵源,不久下山,環望代為引見接納,以便有時時互相關照, 指眉下山行道,指眉下山前,暫默酸食,五姑自是一口應樂,說時,是這早把各種仙果,連同仙婦寧傳取來奉上,五姑拜謝吃了,探過些時,真人變命中弟子陪出遊玩, 五姑一邊幻想仙境,無心中談起木前二派槍挖,以及我未不久開虎城會,終先聽了,頗各有興, 由以大弟子赤像仙同遠久和今,丁兒女為最留心,少一輩的陳文基, 管青衣,趙惠三女也極起勁,不住詩文,五姑漢出眾仙義頗向往,欣賞,到日,如將這奢得到千年的地仙度約了去, 喜非成城市,計一世上,對方數不和外人交往,色彩真人須有命中弟子下山行道之言, 由足事前不可洩露,知道肯去與否,初見不辨無悔,且等日後再說, 畫到口邊,又圓全景,本欲告辭回去,中仙境不放行,在三樓絕盤門詩日,五姑本定日內往白陽山花雨崖探看靈雲鳳, 因見主人誠意挽留,由愛仙虎美景,一算雲鳳食糧還有不少,不自空佛,就短小幾天的,山中遍地黃晶, 首屋,更有別的山果可以衝擊,雲鳳也會自出沉骨,無足掛心,便在宮中住了下來,一住多日,此得此別, 中間真人見過三次,末次並令五姑連靈魂也若了來,五姑知道真人道法高深,尤其小藍田內靈藥鮮果深多,能和歧途交往,得益不少, 文言自事愈發心,喜新時,今,丁耳女執意親送下山,連日快聚,已成莫逸,五姑知道朋友情長,不是已存輕時,索性由他們用鮮雲護送同下,到了半山以下,五姑無身, 雖再往山腳,本應就空中與頓飛行, 然女堅持要送過十萬流沙方回, 五姑再三推謝不獲,只得應了。 飛過流沙以後,然女說是千年以來不曾出山, 左近北遠小蓬來友誼散仙,乃千年前舊交, 適年維修天仙偉業,被力艱辛,轉劫三次, 久以北東一問,不知還在島上隱居沒有, 意欲便到往訪,隨與五姑欣欣話別,定了後會,各自飛去。 五姑一算,令雲鳳之若已過了好幾日,先往白陽山趕去, 坐雲鳳脫了一難,送返圓洞,略時機宜,便即迴轉清來雨, 告知丈夫靈魂,定日同往拜訪,欣記赤掌真人祝福, 對眾同道誰也不曾說起,這日正要起身, 苗一真人忽命門人下提然請靈魂夫婦, 其前趕到,門人去後,靈魂笑說, 我們再自修仙多年,眼前放著這樣仙境和前輩真仙, 竟會毫無文知,真是笑話,五姑笑道,真人仙生清秀, 不喜愛人繁擾,隨偶有兩位同輩地仙和寧空仙家中的色年同道今仙拜訪外, 應有仙法妙用掩飾,憂雪深入仙府,就魂元宮推算,也算不出他抵誓, 據丁道有說,這多年來,也有幾個靈魏有心之事,欲往窮願察探, 不是功力尚淺,難禁前半十萬象風雪烈火之險,便是到了半山以上, 為真人仙法所迷,現出一片窮荒陰悔的絕頂,來人以為走到地頭,毫無所得, 廢然而返,行藏如此隱秘,地又如此險左逼緣,足跡難知,尋常想也想不到, 怎會知曉,不過以我連日觀察,真人實據無相法力,那些初傳弟子也不在你我以下, 曉人山下道保,困陷門人,事前萬無不知之理,就算門人該有此難, 練單大事,無下分身,門下兩輩弟子連同宮中事者不下三百人, 無一筆事道術之事,更有不少神奇法寶足以應援,可以要等外人前往解救,後遊說起筆久象練弟子下山行道的話, 並且還頑令我約你往見,兩面印證,與以前人的行徑不符, 那次有心給你我開門路,如非屬世因緣,便許將來有用你我之處,都說不定,靈魂到,我也如此想法,至你回山一說,我便接連兩次墨運元機,前心推算, 不得沒有算出對方用意,連那山頂仙虎宮中住者都似並無其人,因此心中敬佩,激欲枉見,他那裏靈若衰多,我素不願假借草木之靈憎我功力, 倒是這位老前輩道行深厚,我夫妻天仙難望,走的正是他這一條道路,四九重結,行將來道, 將我前得天書,我未知到有師徒相助,與陀子等合力抵禦,你又無意忠得了純陽智寶女窄神沙, 諸般臭巧,足可望平安度過,然而畢竟他師徒是過來人,能去討教, 喜不加倍穩妥,患有齊道友這次開府,先奔雲雜,以派眾人假名君光,心存頗測的也將不少,如能將他師徒代藥了去,不得感上天花, 還可視眾要人見識見識,照你所說神器,即使真人不肯於尊,門下弟子必肯愁愁愁, 何不是想一試,這次觀光豬有,有好些送何禮的,尋常多是自煉的一兩件法寶,準備主人回集一起,分別傳授門人,護身諸邪,正天先欣有懸光之役,得了不少前古仙兵, 送得最多,陀指使用五丁開山,將迎壁崖前通上面的雲露,中間所有危危怪石左格,全數一數而空, 多然出千謀方圓天空,卻用五層魂墓將他隔斷,另外把北海水缺九龍真人所居玉癡宮外那左紅玉牌坊, 用他當年所得那粒困龍珠換了來,見在五虎前面,珠霞映空,富麗堂皇,最惠珍貴,白,珠二矮子更是狡猾,老祖便用龍雀環,把紫雲三女所念一條神沙永道, 整個修來,抽了現成便宜,拿他當禮物,不得出色驚人,還可隨心運用,無枉不移,我夫妻本來法寶不多, 你須有幾件,驅都經你多年心血連城,不能隨便送人,我新創立教宗,法寶非劍, 也認了我愛好的典,窮得自己門人都沒甚用的,還在刀柱蜜色,如何還拿出去裝大方,再絕也不新鮮, 隨終附和,我向來不幹,陀子為人上可,缺不能被良矮子給下去, 急切間記無甚新其禮物,莫如不送,且到天蓬一行,也許能想出一點花樣,如能將人約去, 喜不比送禮還強,五公文言,先知尋思不語,忽然笑道,有了, 只不知人家肯借與否,靈魂問故,五公道,我見靈叫仙府千門萬戶, 公室眾多,而且差不多區有常枕陳設,我問宮中枕有這麼多人居宿, 眾道有答道,仙府花開四時,八折長春,仙境無邊,不在寧宮天界珠仙府以下, 尤其是靈藥仙果深多,內有數眾天府其真,都是長年開花, 結實卻是三百六十五年一次,苗在同時成熟, 寧空天界有好幾位金仙,驅是真人色年同門同道至交, 每當結實之期,真人必以仙雲傳帝玉簡搖張, 腰約下降,中有兩位仙賓大有不少事人,每次應習, 均由仙果半熟起,直到全熟,採食之後方走, 借此流年,仙府中遂光明,無日直之分,來者又都視天上神仙, 本用不著甚促處,只因這姐時從各有清貨, 雖然作客,每隔七日,便須餘氣調圓,衣時修煉, 事須不多,必須安排一處靜室,真人門下弟子由君號客喜事, 一二總是真華,自第一次請客喜,便集全力採煉膠卷文感, 未欲鈴目,就著先山形勢,於原有公失以外, 令添見了數百所流各精舍,第二次會後, 陳切益法賦禮齊備,這還不期,最奇的是先法神妙, 燒掌隨心,大小取葵,無不如意,可由先賓人數而定, 平日公失留各也沒者摩多,此次因時先果結實其近,有知者者先賓較多, 遙張未記,已有先來之信,其前便有好勢降臨,為此早為佈置, 此時寫樓臨停借,連同內宗陳切用具,不用時, 祇可屬為方寸收起,用時隨地放置,立情話屋,居說每會億次, 必有一些不促之下,多為客人約了同來,為恐臨其充足,被扮得好, 好在先生歲月嘗試清閒,中到有閒中無事,便迎見公室,添置用具, 每成一所,再用先法縮小,已被到時應用,一切其真材料, 本山均有極多出產,無須愛取,於是愈積愈多,互相爭其敬禮。 習先法之大勝,窮極功效,直到二百年前,真人說眼前所有,已經足用,無須再見, 尤其內宗陳徹,多時擺來好漢,內客均勇不著,近來耕獄之類, 適宜本山天蠶所吐司即成,雖然隨套隨修,蠶不作簡,不曾傷害生命, 宗時虛號物力,起初因眾弟子長日清閒,公事法術,認見公室, 為延款先賓之用,一舉兩得,不曾禁止, 不料近日互相爭其鬥勝,鋪張揚禮,以入魔道,大飛所移,著織停止, 並將內宗格外精工其例,不似修道人所居的,各自修起,不許取用, 眾道有奉了法術,方此停手,乃以成美容的共有三百多間,此次我未開府, 眾意派妖人尚未聞有領悲住處,如一律住在太原洞內,非但良友混雜,還得多加小心, 今,我們此行願能擺人約去,再把這三百多間用具齊全,陳設華美的公室者來一用, 喜非絕妙之時魔,靈魂聞言,大喜道,有這樣事,太妙了,開府其近,事不宜遲, 今天就走吧,於見,楊誠志文說我未開府,留、趙、月、毅四人已先皇,早就心中盼望,看出師府, 師父,師母必由天紅山若了先奔同往復會,不會再反清羅,於見和如尹中一揚,人罪本分,儘管師父平日不拘禮節, 仍然始終謹慎,不敢分毫方思,心想,這類復原,不可強求,心碎盼望,不敢開口說, 楊誠志卻忍不住問道,師父還回萊摩,靈魂看鳥一眼,馬道,抹出色的東西, 師父,智不學好,人家不要你,被趕了出來,就我回山,莫非你幻想老著臉皮跟鳥去摩? 說,這次各方道有事被請的,除非有甚不得已,或是洞府需人助陣, 差不多把所有門人傳帶了去,就是當時不得參與,會員師父回山,也可趕去看看, 在先府流連兩日,受小輩同道款待,不得增長見聞,觀賞其境, 苗一真人夫婦對這些後輩,不論是會前會後,只要是開府第一次登門的, 或是法寶,或是靈藥先丹,我用著來人圓福功行,各有次語,以我和我味豬有自焦, 你應全數登門,讀你一人不能前往,上次本心是想將你們四人引至我眉門下, 不料你沒住幾天,便謀害之先,做出那樣殘忍無恥之事,人家看我面上, 不好意思處罰,即著我一句話,將你幽料回來,連於見也跟著受慮, 我是向來說話算數,做事做切,不能更改, 你傳證這一點,才得修容,雖然在我門下,只要肯勤修,一樣可以成就, 到底不如人家用而方便,同門人多,而日下山即修外公, 處途都有趙英,小吃好歇苦頭,自己不知懷悔,發奮向道,一心只羨慕人家,想臭熱鬧,難道嚴臉沒給我雕咬嗎? 楊成至恩在我未住了四天,見眾女弟子十九君美如天仙, 尤其新若蘭性情溫柔,將南姑美秀和信,不得可愛,幻覺容易親近, 方在心中盤算,不撩龍巧成絕,差點沒有重返故鄉,再入陳世,至來清羅, 視攝下想,可視他極聰明,知道憑自己這樣,人家缺憾不上,儘管心不堪問, 用功卻是極勤,這次想去參與成會,雖然為了妙一真人家恩後輩,想得一點好處,便開開眼界, 一多半還是別有用心,打算見機重向舊日諸男女同門拉攏,以為日後時常燈門親近之地, 先聽被請的人都把門徒帶去,心想,師父和我未諸長老是至交, 靈魂來時又請所有門人一體前往, 靈魂來時又請問,這幻不時十拿久遠,眼耳巴盼望師父即日起身, 或命自己和於見先期趕旺,方情心意,見師父馬上要走, 還未提起,滿腔熱望,忍不住乃話一探口氣,不得此次無望,便日後也休想登門, 最生氣的事,誰都有份,便是遇見此時不能隨往,會後仍可趕去,唯獨自己一人無望, 不禁又愧愧愧愧愧愧傷心,滿腔熱念,立時冰燒,半肯造星不得, 追憶前時,心想,自己雖然不該無失,畢竟是出無知,師長未曾回山,尚不知情, 當時靈魂等人如肯擔待掩飾,不是不可挽回,就說師長面前不能隱瞞, 以師父的情面代為求說,也必可以重歡收容,唯一草木之靈,並且還未相著毫髮,便這樣事如求愁, 一任怎麽苦求都事不穩,連妙一真人面都未見,便作威作福,強給師父送了回來,自己和南姑者大元事一路, 既不肯收容,既不肯收容,你應一齊續出財事,並且將婦兒與己還事同謀, 只因男姑是個女的,或者幾個主權的女同患逸同惡喜,近水流臺,容易巴結討好,所以連將婦兒也被留下了, 遇見一個無辜的老實人,反造了替死鬼,連帶受慮,太不公平,愈想愈覺不憤, 把初來時惡念重又勾起,由此亦發痛恨靈魂,英勤尊女,立世努力潛收,學成道法,以便二日去尋尊女報仇雪恨,靈魂見他臉象通紅,眼中都快留下淚來,笑斥道, 我修圖弟子憑緣分和我心起,不論知則如何,只要肯用功,我仍一體傳授,可視學成以後,全障自己修為是惡,好的, 我絕不是他欺人的規,要視自作自仇,今吹下流,我卻不互斷,任他身受多慘, 決不過問,少加憐,等流傳他們回山,便須傳授法寶道術,學成下山行道,他年有無成就,是好是壞, 就係於自己人琴關頭一念之間了,楊誠至一心道恨仇人,正在盤算未來,文言只當閒談,並未警覺,五姑覺著者等心術的人,便知則多好,也不該收他,既以收下, 師徒之意就應上加告誡,使其上自警惕,洗心革面,免自墮落,不應聽其自然,一面有和別的門人一樣傳授,助長他的惡念,便貌之心, 老大不義者師徒以仁為言,文言方欲開口規戒,靈魂道,人各有心,不可勉強,我當年便是這樣人性,不必多言, 我們酒吧,吹五姑還要說話,見靈魂朝自己使眼色,知道丈夫盛情如此,主義已定,強勸無用,可視者摩一來,楊誠至未來悠久, 以可如知,仁須不是善良,知則卻在眾人以上,修煉更是勤奮問悟,任其自摧敗亡,未免可惜, 了定丈夫必定另有用意,不便再為其說,指朝陽誠至未未慨嘆, 楊誠至滿腔貪親切亡,通未覺察,於見在旁卻早聽出師父語有心意, 有見師母神色有意,亦發心中謹慰,師兄第二人各有心事,不提,靈魂說完, 隨同吹五姑起身,一路無話,過了十萬里流沙樂際,遙見天蓬山在望, 因山太高,中夾七層雲空,為求迅速,不由山腳上升, 雙夾老遠邊吹頓光,且飛上去,剛飛過了四層雲帶, 忽見對面高空中一片五色長雲, 勇著一男二女三個仙人,由上而下且飛迎來,五姑認出來人是赤像仙同遠久, 同了金碧五,丁飾二女仙,亡即招呼靈魂,一同形相,兩下裏都攝飛行迅速, 仿眼落在長雲之上,遠久隨將仙雲調轉, 雲雲且飛上去,五姑及雙方引見之後,一面清謝, 肖文金碧五道,諸偉道友,端的道妙通圓, 愈是前之,竟把十萬里外之事遼如指掌, 今必吾笑道,我等不曾用心推算,乃有這心法力, 這全是家師色彩吩咐,不突然夫婦嫁道,便是此來用意, 家師也早算出了呢,五姑大喜,笑問道,如夫婦因我我未豬有自焦, 有時到家稀有成時,不喘無悔,所望甚斜, 既欲奉請真人和諸偉道友下降,以為光寵,有欲罕他人之概, 將道友前雪靈叫三百餘間仙管流閣,暫假我未豬道友一用, 不知真人和諸偉道友肯推愛玉成魔,丁直插口笑道, 道友說話,何必如此謙虛,自從哪日定交,變成之契,以後互相關照, 情如一家,何須客氣呢? 家師近以上界先崩不久下降,並聞環有欲跡斑來, 凌空天界不比凡奸,非等到日,不能如先推長,為此不便遠離, 日前我們聽到有雪喜我未豬有法力和豬比憂靈義之職, 才知近來修士大不以為,人心日惡,摩徐道長,功力途徑雖然今古相同, 因是妖惹斜斜中多,非具極大的項魔法力和防身本領, 不能抵禦,不似千年以前,修道人只需得有詩誠,滅一深山, 忍居清秀,時至道成,再去行道,一戰內外功行圓滿,便可成就先業, 雖也不免災劫,大刀易於躲避,比較起來,如今要更難得多, 由直營迫開虎之聖,師心向往,道友未說,不便啟口,無恩而往, 作那不促之客,後和家師說起,才知道友原本有以待主人言客, 正誰師願,現由大師興起,連同我等三四個小徒,共事七人,已經品准家師, 正自然夫婦到來,有人先容,與未去諸同門略作快聚,便即雙鞋同枉了, 至於靈喬仙館所遇那三百餘間訪社,原事我等一時顯輕,游戲之作, 只因營建部署至初刻意求公,一心無仿貴府公室,力求華美, 那支子彭在席全民,不曾親見,向迫虛矣,不得全無處處, 建成之後,經家師和諸先長點破,才知黑谷或虎,全無是處, 不但不像青女,素磨,欲留仙史等天上神仙所居,連尋常修士也居之不宜, 不過見時既廢功夫,而內中的欲張感恩,冰原朱障,以及一切靈性陳切, 無一不是成之非而,空廢許多物力心力,冊毀未免可惜,廢至至今已二百年,政府無甚用處, 憂說者與我未諸道有應用,如不是物大負勵,不是修道人所移,便全數風陣, 又有何況,這類仿舍雜物,用來緣搖擾到旁門中人耳目,使之驚奇,正得其用, 金獅子以命陳、管,照三個同去的女弟子,用三隻紙軍藍裝好,隨時都可帶走, 另外還有三十六梅藍田玉石,不填之疑,了以為敬,尚望代幸我未諸有之意, 分正門下男女弟子,曬收為幸,靈魂見丁尚得到千年,看去年紀不過十四五, 榮華秀麗,遠如仙露明珠,光彩照人,套屬更是浪潤涵雅,摧氣如蘭,貴虎鮮花, 不過如此,遠久和今必不須有醜美之分,而先根道歷,無筆深厚,骨獸神清,風之飄逸,眼前同道中人,能到此者, 竟沒有幾個,分明今先一類人物,不知怎麽會忽然折折下膠,甚為驚異, 今必不以五姑極口清謝,消道,七師妹收道多年,見了外嚇怎還似當年心液氣盛情景, 心中有話,必獄一套惠快,到鳥上面,再行奉告不一樣摩, 丁尚未親道,四師子生性溫柔,連說話也萬騰騰的, 凡事該如何,便如何,有話便說,萬騰什麽,本來如此, 那日聽吹道友說起鵝眉開腐之時,偏不開口,非等師傅有了口語, 吹道友已經來約,才行明告,反正一樣,何如早些說出,人家喜歡多好嘅, 今必不笑了笑,遠久接口道,七師妹心直計快,志氣中脫不掉, 沒有含蓄,我以前教他有甚,更三百年才改了些, 有時想起跟隨師傅隱居錢許多舊事,都覺好笑,至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許是山居年久,未與外人交往,日常清夏無事,默化潛移,連性情也隨意改變, 這次奉命下山,許不似昔日操莽,丁常道,你是大師兄,同門表述,自然要露成聲, 那次我和十六師妹的孩子氣呢,先生雖好,只是歲月清閒,無憎無慮, 連四師子掃來天堂的人,也變得者等閒靜雍容,沒有從前有輕了, 今必不笑道,常回你還要說些什麼,當著吹,靈異偉道友,也不派人笑話,吹五姑笑道, 仙婦長生歲月,仙境無邊,已是令人善殺,而諸偉道友又是雍容甜蜜, 純然一片天趣,真情款款,自然流露,真恨不得祖生千百年,得福奇美,可拜真人門下, 便天仙婦長生歲月,远久道,道友過語,我們雖然行舌福元,得天獨厚, 終不能望到天仙婦長,便為一情自所裡呢,靈魂文言,忍不住問道,幽說真人,便是諸偉道友, 那一位不是神而內形,精華外形,命是天上金鮮一流,聽內仁說, 雖是男女道友同帝師們,並非合席相收,即以千萬功力而論,以句通天徹地,旋前轉坤之能, 怎麽情關一念便堪不破呢?遠久笑到,此事說來或長,並且將來謝寵諸偉道友,也是為此一致, 不過暫時奉家師命,算難奉告,且等我微會後,再作詳談吧。 今,丁二女同聲笑到,大師兄才說改了性情,不由搖舌了摩,靈魂之道來時了眾所說這寵之事, 至關重大,不便再為心問,五人言笑善善,不覺連月雲層, 告了天蓬與絕頂頂靈叫宮外,遠,丁,金三人領了靈,崔夫婦, 先去拜見過了赤像真人,略說命眾弟子隨往我未觀禮之事, 靈魂又略請教師英傑的話,便由遠,今等門人陪出,先引靈魂把靈叫仙府風景游覽了一周, 然後去至今迫無所居的妻鳳亭中小楚,中仙女因靈魂初來, 由命門人士者去取靈全金魯與各種仙果,前來款待,靈魂見譚,神情穿著又極滑稽, 奔主雙方越談越投機,內宗赤像仙同遠久和一個名叫兜元仙史營萬的, 由為莫逆,由此成了至交。 零,趨二人因離更神正日沒有幾天,路格太遠,必須其前趕到, 雖然飛行迅速,不自然誤,當此多蝕之秋,受人之託, 終時越早到越好,便起慈悲,終仙在三環流。 遠久並說,此行如何,家師已經算出, 命早起身,到時恰好,因此此旁門中頗有幾個能手, 為了事前不使得知,到有到時,使用仙法隱蔽行蟲, 不到起身下山,誰也推算不出,據我想, 也許我未知到有都認作意外,到後方知嘅, 今迫吾和令一仙女同聲笑到,大師兄懷憂雪們, 左道旁門中人,自難知到我們行藏,我未諸偉到有何等高明, 未必也門得過吧!遠久笑到,我不是雪准能門過, 只為靈,趨而偉到有此來,未向第二仁提起, 願定若了我們,得足不足之下,以博主人一笑, 並且主人連日正忙,素每平生, 我們又非現時知名之事,念不及此,怎會前知? 除非我們已上路將道,主人久後靈道有夫婦不治, 無意中尖算行蹤,那就難說了,丁常道, 這個我敢和大師兄打倒,我門此去,指一動身, 我未諸道有便即知道,即便主人正忙,無心及此, 你沒聽吹道有哪日爭說,入前已是先奔雲雜, 師兄的轉結好有大方真人,和我門對頭的兩個黑星也在那裏, 焉有不知之理,今必不笑到,七師妹枕地空無藏然, 丁常好似雪走鳥咀,面上一紅,便不再雪,軟久笑到, 我只憶度,哪個與你打倒? 雪時也看了丁常一眼,令魂暗喘, 終先千年不曾下山,法力如此深厚, 怎會有甚對頭?大方真人正是月幽, 想不到他與赤象先同景是力劫之教, 見時一問,便知就呂,故作沒有在意,擦張過去, 軟久此以擦角,笑對靈,摧耳人道, 我門在此隱居清秀,欲善於凡,兩無所爭,本無甚麽, 只為家師奉到天戚,又值在傳弟子和一些事者建立外公之會, 正好命兩輩門人一同下山,好些事坤屬未來, 家師墨運元基,為免中弟子將來有心困了, 愚為之備,其實是情尚早, 家師只事了一點精兆,不曾明言, 憂雪月道有不能嘗息,便我等日子略之耿蓋, 此時未變奉告,故由於此,催悟孤道, 想不到諸位道有清秀千年,早已天仙無暑, 怎會突然發生這些煩擾?另一女仙來欣笑道, 我暗說,我們雖然道行淺薄,不能上升凌空天域, 到哪禁仙偉業,如論偉業,卻也不在天仙以下, 尤其是清閒治愈,既無積思,又無幾伴, 不似天仙多有凡具跡掌,只自成道喜, 兩千一百九十年中,有三次重機,一次比一次禮害, 是個討厭的事,丁臣笑道,羅陸師妹都說得好, 假使地先如此而為,此我們這等清福, 那些天府先觀到緣退這一步,不再稀罕那天仙偉業了。 零,催異人文言,心中一動, 麥計赤像真人師徒盛到歲月,正是道家四九重劫以後的第二難關快要到來, 起初以為真人有無相法力,誰知仍難輕勉,不禁諒言,天機難洩, 無怪之吾不肯明言,便朝來因點了點頭, 終先知到異人業議會議,便不再提起,又盤行了些時,一算時間,已經過了一天, 遠久不等靈,催異人開口,便請起身,異人要向真人拜別, 宗先驅說,真人驗證調完戀氣,不須多禮, 異人便託宗先見事,代為示意,當下赤像仙同遠久, 金碧吾,丁常,率領三人的愛途尹從雲, 陳文基,管青衣,趙惟,共視男女七人, 由陳,管,趙三女,用仙婦三病指玉座, 堅挑著著裝有三百間仙婦劉國和藍田玉石的紫軍艦, 徐了寧,崔二人,同家一藏彩雲往臥味仙婦進發, 彩雲一離天紅山界,降到中層雲下,便知加快, 往前飛馳,奇速並不在劍頓以下,並且一點也不見著力思維, 上面是碧空明明,一片蒼茫,下面是十萬流沙, 萬無崖祭,等將落祭飛過,又是倒聚星婚, 波濤撞闊,碧海青天,若霜咸套,中間一片長雲,五色繽紛, 畜擁著九個男女仙人,橫空穿雲而過,每當衝入迎面雲層之中, 因是飛行迅速,去世大急,將乃如山如海的雲對一下衝破,所過之處, 四外白雲受不住激蕩,分分散裂,化為一團團,一片片的斷水殘綿, 滿空飛舞,再是陽光一映,過後回顧,即似萬丈雲圖,殺了一天下矣, 隨著殘魂之後,滾滾飛揚,奇麗無臭,先雲神速,飛近紫夜,我未便已在望, 遠,金珠仙因此山那千年前舊遊之地,先虎子之士在後山耿古無人之區, 不曾去過,剛剛把仙雲世只改緩,在夜月清光之下指點臨傳,一面追憶前塵,一面和靈, 催異人談說,問津仙先父所在,丁常忽視前面笑道,我說如何? 你看前面崖上,洞口石亭均有人在守候,分明我未諸道有對於我們來意以前之了, 靈魂正和遠久一樣,心耀妙一真人等不會想到會逆之旅同來, 又是何等神奇隱秘,素無人之的地先,幻想突然降臨, 故作驚人之筆,有之妙一真人等如真情之,此時必是親身出形,而洞口崖亭中人,分明是幾個輪值守候的門人, 方對丁常笑道,道友,你了錯了,那時齊道友們下弟子,奉命在比迎後家客的, 正經主人並無一個,也許真不知道呢,說還未完,遙見洞門內縮地閃出好些人來, 這時兩處相隔相緣,詐見雖還不能辨認,必是長一輩的主人無疑,才知主人不竟前知, 這等大舉出形,自己面上也有光輝,好生欣喜,立即改口道,想不到主人果時先機靈妙, 早已前知,大逆凡是無心妙事的,都出動來迎後嘉賓了,遠,今,定三人文言,定正一看,望道, 我等不足之下,主人竟如此誠意言款,可以黑當,急速吹雲快虛吧? 徐雪,手指處,腳底先雲又否加急飛池,仿眼到了厚洞上空,三仙欣賞應一認為守主人, 未一門世間,零,催二人已先從雲中飛聚,三仙又見了一夫人似要飛身上營,知是為守女主人, 亡律雲,陳,管,朝四弟子一同下降,到了太原洞內,奔主分別禮見, 由零,催二人代為略知來意,妙一夫人等自視極口清謝,敬佩不治, 靈魂恩怨九月月優有舊,文說月優同了白琴道仁宮野王,追雲守的大弟子岳文, 在先賴頂頂崎崎崎崎之下,雙、乎對役,欺席靈魂領仲帝子拜見仙賓, 不曾走去,便命去換,隨問眾人,那些二派中的惡賓不久即知,那三百間仙館樓台如何報紙? 丁城小道,微沒小忌,極易佈置,這些仿舍大小隱然,無不如意,微而以蒙主人曬收。 仿舍就在小徒兼挑軍艦之內,只需主人命以三高族領了小徒,指出適當地點, 立可成就,清郎仙子華耀松道,既然是能忍能言,索性仙子安置,將迎忍去,等那些惡賓到來, 依此領旺,隨時出現,喜不耕廟,廟一夫人道,這樣須好,指示小徒免法力淺薄,不知先法運用,萬無從勞嘉賓之理,患事現出來吧。 甘迫無到,運用之法不難,一託就回,小徒免相助照料,有何不可,夫人再四謙謝,不欲勞動先賓, 自由靈魂節中,仍命門弟子執掌,由三仙宣傳運用之法, 苗一夫人因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忍到來客就寫的人既要本領高強, 有誰機智沉著,此能應付,便命齊下疑,秦子靈,諸葛景我,臨寒四人充任,三仙立即當眾傳了用法,並各次了一道靈腐,以備萬一,四人拜謝領命,隨忍了運從魂, 陳文基,管清衣,趙衛四人,分四路去逆,王總道人和服摩真人將樹松術色彩所以荒賊,將人分散太原洞內,廣堂之內,指留二三主人,等候外賓來見, 如各自尋居居處,不必掌聚一喜,以便暗中留意,想機應付, 苗一夫人總因先奔初來,尚未怎樣款待,異獄多賠一回,等有二派人來,在座計較,三仙知道主人心意, 歷然彼此同道傾心,一見知己,無須如此謙禮,並說,山居千年,極少新奇之事, 此行尊為觀光,周邊看看牧前左道伎倆,如在太原仙府居住,難於一目了然,好在仿寫現成, 曉人張志,最好立時便請一位令高足令去,擇一高礦之地,可以終觀全景,而由不當要衷,以便作迫常觀,實惠快時, 苗一夫人見他們堅持,只得親自陪往,一面並請欲稱大師代作主人,時常陪伴,已定以後,隨各主人外,一班外客欲賭先本之旗,像著仿舍眾多,分分效尤, 一般後輩,一般後輩更好奇喜事,渴欲見識,渺一夫人賞,這樣把所有長友來賓全都住在新添設的仙館留閣以內也好,便陪了遠久司徒, 先皇秀雲間去密式仙居,眾人也相略走出,剛剛走出洞門,便見亭臺留閣, 勤管搖借,到處促立,點最得一座迎逼先府下慰雲貞,長光徹燒,送外滿地,勸禮無愁, 先家妙術,果真經人,方在齊星真妙,縮地光下一閃二世,所有樓臺管者全數引去, 之四弟子已經布置停妥,正在意示法,正陪先奔前行,靈魂忽然走來,對靈魂說, 越思百姓了公也真人一局,燕王岳師兄對熱淨含,文說遠先掌道此,止笑了笑, 弟子久後無信,三次催請,月思百財說要請遠先征往見,不知可否,靈魂笑碼到, 這老陀陀子真國奇迷,連老朋友來也不顧了,遠久笑到,行客須拜錯主, 原該我去見他才對,二位師妹可隨主人往尋居住,令四弟子同住一起,不得妄知多事, 我與大方道有久別,要作長談,也許和他同住,到了正日會集,再相見了, 丁臣笑道,我們現時決不知於多時,師兄和大方真人再一起, 卻是難說咧,苗一夫人芳慾婚人送往,靈魂對吹五孤道,老伴, 諸偉道友是我夫妻請來,我二人也和主人差不許多, 你和玉清道友賠半金,丁二位道友師徒,我自忍遠道友去尋陀自己, 迫,說咧、同躍遠 knots至去,不啼。 不提、苗一夫人等仍陪今便不施徒六人走到宿蘊間, 精趕十下二和 NZ 完青衣二人一齊將ை tys串管 перед在間側高牙之上, 江江亭當,代要回洞覆名,看見夫人等陪了仲先奔到來, 連亡形相,跟著秦子玲和了趙惠,林涵和了陳文基, 諸葛景我和了運從雲三起,也都各看所去的一大地方, 相道形成,徹自亭當,互相試驗一回,引去真形,回至中途, 有的老遠望見,有的經同門傳說,相似趕來覆名, 苗一夫人便命齊下而將崖上仙管念出,下而愈發思惠, 手一指,崖上突然現出一座下光四射的玉樓,眾人見那樓各共事三層, 每層五間,仍如重臺梅花,通體碧玉砌城, 慶濫搖街,金門吹動,雕雲柳月,氣象莊嚴, 氣勵無途,再走上去一看,一層有一層的陳設,無不窮極嚴厲, 妙奪鬼公,至於徹備之齊全,更無容說,敢敦文己,欲按徵藏,儘管說貴而償, 卻又不是富貴人家氣象,於珠光寶器之中,現出古色古香,別有雍木青雅之治,頂層五間開通,成一闖廳, 此事準備先崩下日登樓憑跳觀景之用,比起下兩層設備還更精美,四面碧玉欲欄杆,陷空玲瓏,更有百十盞金燈點最期間, 然將起來,燦如明星,夜間望去,更是奇景,眾人落座,正在讚賞, 差為美見,欲清大師笑道,此崖雖然隱僻,卻非最高之地,如再高出二三十象, 全景便在目下,一攬無為了,丁承笑道,此個容易,此詩仿寫原本可高可下, 隨說,將手一指,指見長魂如大,橫梗留腰,二柳一段,便在隱約之間, 頂層便於筆之筆黨中升高了數十象,仙虎全景立現眼底, 今必吾笑道,區區無忌,七師妹也要賣籠,不怕諸偉道有此冷,丁承笑道,我們成諸有筆氣, 一見如故,親約一家,可用掩飾作態,先來掌有群仙,區獄各蜜居處,分喜作別, 甘迫無道,事也真巧,當初元氏同門師兄姊妹糊弄小忌,只顧爭其鬥性,忘了修道人的本色, 又沒見識過天仙帝宅是什麽形狀,以自徒事簽考,鬧成了個四筆像,此次所帶流舍, 只者一所小忌流乃二師子遙失所見,還不過於離奇,黑秘如師徒數人占用,如這多半出珠七,九師妹之手, 諸偉道友雖然暫機先中,逢唱作戲,如見不堪之處,行物見笑,主人是亡, 乘五姑與欲清道友相伴,以感性情,請自慧吧, 苗一夫人等也各眾二派中惡客行職到來,正當多蝕之秋,便也不作客套, 一面婚夫婦孩兒等四人,引渡各長友先斌,迎婚四路送入先館安寺, 並請內中幾個主要人物,各一方向,任中監房,事源,便分兩人一班, 在太無洞中和另外兩名弟子隨時,以便愛客到來,見過主人之後, 領往管社,隨即分向今,丁二女先清謝慈悲,各自依然行事,不提,經此一來, 太原洞內諸先十去八九,長一貝的,指聖下妙一夫人, 袁中大師,白雲大師,環石大師四個正主人,如者指神陀月休, 白琴道人公野王和新來的赤象先同遠久,窮神靈魂, 在先賴頂危危之上,如惡民對易,松山二魯同麻冠道人師太虛,在前洞上面遇的玫瑰, 英武師徒在後洞石桌之內,運用員工,禁中戒備, 此外都以往先管,一班後輩來斌,有的隨著迎接諸先之便, 當時隨旺,各自密了住處,有那隨著本門中弟子散在各地遊玩最淡的, 色彩各地先管流各突然出現,相顧驚奇, 分分趕往秀雲間,問之就旅,驅都好奇,欲廣經歷, 霞兒等再一雪起,不問來客,掌憂, 凡願往先管居住的,君可遷入,中後輩文言大喜, 相率隨同前往,各密住所,本門弟子雖不得住入先管, 也都想見識見識,隨有重要職師,正在輪值的幾個, 也都跟去觀賞,霞兒等四人分領了各先斌,每到一處,便依法師為, 一所欲與情流立即顯然,中先斌早各約好同居先類,分別入內, 苗一夫人等四主人到了太原洞前,回頭一看,只見四方八面, 一座接著一座的先管流各,重又相繼顯然,雖不此色彩全數不然, 也有二三十處,端的先雲飄渺,氣象萬千,再看男女弟子, 只有六容波,余英男,莊兒,嚴人應四個在洞內外應攀論席, 如人傳都不在,燒到,無怪人情羨慕富貴華美, 便中弟子雖然新進到淺,也都根氣深厚, 平日心情也極清淡淡泊,此時見了者等富麗華貴之境, 竟然如此陰謀,以派中人更不足淪了,白雲大師笑道, 我知他們並非陰謀,只是年輕好奇,想要見識罷了, 原中大師道,話須如此,到底不居,所以赤像真人歷說, 此舉漸入魔道,不是修道人所疑,遠道有等說, 此類流觀止而左道中人居住,不變風陣, 確是實情咧,幻石大師笑道,無怪人言, 我背同道中人,只是輕一人貼臉冰心, 最為公直,錢實王娟娟,便是證明,無論先凡, 誰不想多見多聞,增長經歷,他們又聽來的是千年前聖道的人物, 又見先發如此神妙,哪能無動於衝,想開一回眼界, 所以連靈魂和白雲師兄們下三個已入門多年, 道歷交心的人,都跟了去,就連金魯魯,燒十九妹, 黃總道人,青郎仙子,金鐘島主和兩世修為的楊道友, 他們倫起功行法力,那一位是在你我之下, 他們雖然也有為監防擾人,有為而去的,但見力心起,也尖一半, 他們尚且如此,何況晚輩,說得苗一夫人等驅笑了喜來, 剛剛入動歸坐,先是黃山參下大師同了漢陽白龍暗掃恩大師, 雙雙到來,見面談不幾句,讓你又引導他的前獅南海聚平島白色洞 中山先靈虛子吹海下黃門下弟子月松走進, 黑口齊下而等四人將仲先奔安置庭陀, 正在則隨時,賓主禮罪,苗一夫人之吹海客人極正直,便力高以實放,談了偏黑,便令臨寒前度,親身陪他師徒入居先館,臨寒見他只有師徒二人, 便引臨往動側山坡之上,行發現出一所共子三間的飛雲亭來, 夫人宿客人,夫人宿客入內,崔海客早見仙婦之中,到處神仙流過, 誰愛長光,及見臨寒隨手一指,便現出一座箱曾停寫,億法驚奇,讚善不治, 夫人等仙廚中人獻上酒果靈泉,便即辭出, 這次回到太原洞內,便繁忙起來,仙氏鐵宗道人,幼龍子為小小, 小嚴格向善和成都引名劍仙宗先生等坤倫派宗命宿, 隨及南村金佛寺方像之非禪師耀正日才道外,驅到各大門人,亂米孩來, 這次妙日真人豬長老衛要解決辟邪穿五雙有龍子為小小飛劍之嫌, 對於以上諸人齊下請簡,為小小本還不好意思前來, 驅知非禪師和小嚴格向善力勸,說,上次對方示出無心, 對方主者齊秀明歡口溫和,極之禮讓,素無嚴怨,今以禮來, 不去返遣我們小器,我未正當頂盛之時,仍能謙虛待人,欲者此一回, 適言修好,實不愧到極本色,樂得就此法迪唯有,彼此都好, 鐵宗道人也力主同往,但又說,我未世成,意史後悔恨往,門人不可多大, 偏生一干門人欲隨往半光,紛紛向師求說, 知非禪師只有一個的傳弟子,必須留守,本人有事,有事後去,不在話下,其餘四人, 隨忠先生事願教徒弟見識,命職同去外,鐵宗,為,向三人軍恐門人與對方交往, 建議師千,不令隨行,於是願去的好詩驅沒去成,而不甚深熱, 如上次在無話事故妖師母月中吃過窺的小仙同如孝,鐵鼓里的名其之流,反恩師命隨行,行事, 小嫌黑向善忽然想起還有兩人未到,便問知非禪師道,此次我未還請的有為師弟夫婦, 昨日還見在此,枕地不辭而別,知非禪師未坦道, 他二人近內行經荒謬,自從幻波池授了據創歸來,經我算出,對方應援遲緩, 害他夫婦為了道遠,實是不知聖姑敢發妙容,初發現有人被困視, 孤然略傳思念,可是要想救也無從下手,那等危機四伏的險秘之地, 隔世小心,也是人情,何方還出死力相救,算起來只有救命之恩, 決無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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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 竟打了欣張仇報主義,我再三虎口勸說,開道離開,中事不聽,近更受了擾腐愚弄,抑發道行逆詩,變本加例, 我未諸有正是那兩女子的師長,如何會去,果真肯去時,他們見到我未那等氣象,也許之難而退,不自將來自取滅亡了。 他夫婦明明極好一對神仙貫屬,倫起功力法寶和所練飛劍, 到時本門有名人物,偏會一入迷途,便雙雙陷力往返,此乃劫數史然,無可挽回,此事不久發作, 只盼他們到時之機,能就此兵解,不自應神皆滅,便是行事,此時由他們去罷。 四人聽了,嘆息了一陣,便向知非善師作別起身, 一憑共事司徒求人,同往我未非去, 苗一夫人早有苗一真人祝福,甚是有例,一面又罷苗一真人閉動行法開府, 苗等正日開府,只能出見,客多甚亡,接待簡略,已被下賓館,不能隨時奉陪的話說了。 中先生等見主人禮貌欣勤,各把錢嚴肖去,互知了幾句謙詞,便由臨寒引導, 餐下大師陪客,便寫:「同往仙館去逆,這女客才去, 跟著南海地仙天干山小南帶了三連宮中三十六個仙童弟子, 西海莫求道尼諸公小洋神君帶了日前僧來,我未先送禮物, 借請的伙行者袁碑等四個門下弟子,相繼到來, 以上兩撥須非同道至交,上還是有非敵,等這兩撥剛剛引入管舍, 忽然倫直弟子虎懈而試圖平飛身入報, 後動外來了三個雙貌凶惡,裝束詭異的盜者,一個大頭大吐, 空掛十八火人頭念諸的凶爭,隨帶著七個男女,到了飛雷崖人混亭前, 先由一名叫鬼嫌而諸赤五的妖童, 向弟子等聲稱我家師傅等三道一爭,乃不惡行山丁甲藏, 火發真人王猛,三發真人卓遠峰,屠神子吳中, 率領門下弟子七殺手常學,鬼嫌而諸赤五,先長雷赵富, 大力仙同洪大吐,獨國金剛陽劍, 以及江西步陽活小羅洲金豐自方像惡尼勒官在和後稱龍山相驗的細腰先娘柳如花, 小金女同摩鳳,一憑師徒共事十二人,欣問我未開府,深切觀光,前來拜山,參與聖典, 令弟子等入門通報,弟子來時,隱民內中一個生傷蠢族不堪, 名叫洪大吐的和那諸赤五說你說者一路無甚防備, 你看者動刺的不是那禁制摩,弟子因各鬼事專早已算出未來, 妖鬼隨緣來過以後,只先虎上空還不免有妖人來此窺時, 以猶伯,諸以為師伯戒備,後動已不會有事,所以不曾切伏, 今早弟子等曾見雪山頂上有金光微閃, 似往洞口飛來,細看又無形跡,來人不知怎會看出, 這十二人均未接有請簡,容他盡來與否,請示定奪, 苗一夫人之道,來的者為首四人,明初已得道,雖然出身旁門,已躲過三甲,隱居修煉, 隨眾揚門下弟子不時出山為惡愛,本人中職驅甚隱被,正邪各派驅無交往, 苗是受了受蝶鼓劃,來此相機行事,來而是惡上還未定, 既然以禮求見,自應以禮代成,便請參下大師代出營道, 便便臉中茶漢洞口禁制時哪位道有所設,大師去後, 苗一夫人等恩更神正日將近,敵有雙方來客,越多,一一賠罪, 世男兼顧,便把五位主人分開,以便分別接待,由恩來仁師徒以情惡積超張, 行途天露,已有參下大師接待,不願多餘周旋,便被了出去, 這女參下大師到了洞外,見來仁師徒都是一身邪氣,知道雖是左道旁門, 也不可輕時,便按主人之禮,上前通名致詞,原來這一干擾人, 以前為了作惡多端,常仇靜派劍先逐事,被力險難,行途諸陸, 先在恆山蕭聲歷積了七八十年,後此分居,由此學乖,不再張明超著,行逝力求忍悔,也不與外人來往,近百年中,見同時一班禮去仇敵十九先去,自問後喜豬人和我之敵, 雖然自問故泰,仍不輕於樹敵,近年雖聞我未派發揚光大,人才背出,因一向帝門不出, 只由門下妖逃出外攝取婦女,回山彩堡,對方諸人均未見過, 這次元時妖道門人受了與我未惟愁的妖者慫恿,言說先苦靈若眾多,更有千年靈之戀成的知人,知馬, 眾要人本為所習不正,必須常年彩堡,此能駐景現年,長生不老,如能得到知先服食, 立可免去四九重劫,修成地先,當時便被打動,至此邪術高強,發寶勵害,更連有幾隻靈琴盲獸,不聞名奪騰取,十九可以如願,對風有此靈物先弱,便為他樹下強敵也值, 因門下弟子道處民人傳說對方人才背出,道法高強,兼術神奇,幻傳戒心, 隨將所有法寶和所患養晚琴惡壽全數帶在身旁被用愛,並命卓遠風的愛途稱我先同左心, 去往陝之旁戒心,去往陝西餵瀏大嵩乎小症鳥,卑池若請 bounded從道中能守頒長老,inos渾樂念導致的重力, 使其率領門下午先圓,趕往我未,假裝不是一路, 任中相助,無論誰得了手,都是平分春色,行前圓有人指點途徑, 一直便往先虎後洞門飛去,心想,我未受敵到處都時, 這等勝舉,為防敵人侵害,近動一大必有防備重重,不分而同,一體接待, 指示傳聞,自己未奉到請簡,又非同道,弄巧還許不能進去, 一到便凍乾鍋,及自飛到後山,沿途留心茶漢, 只要見洞門外立有兩人,對光崖亭內也有兩人, 年紀均興,此時守門賢斌的弟子是從,並無迷伏禁制,不由氣焰漸長,以為人言過心, 照此情形,守門人如若見他,便用法術變化隱形,硬行闖入, 照出不義,奪了先知便走,正沉思間,已經飛近,落下一看, 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四個輪值賢斌的男女弟子,個個先根深厚, 道氣精神,又見對方聞言,入內通報時,人過處,動口上空佛有金光一閃, 擾人師途驚到釋貨,定精一閃, 竟是適年吃過他斧頭的佛家用內何謀的神光,才知對方成名非有幸知, 如不得道主人允許,要上進門,並非而是,不由把先前銳器為之一錯,等不一回, 撇見對面洞外飛出雙道光華,跟著洞口現出兩人,一個是入內通報的守門少年, 另一人是個女道姑,但看頓光來世,已知不是尋常,再聽說壞口氣, 參下大師對於外人罪是謙讓,說得自己好似本派嫂不相的人物, 妖人狂妄已慣,信以為真,覺得對方隨便出來迎賓之人,已有如此本領,不禁又是一驚, 但既以勞思動中,門人們有都在外跨下海口,無論如何也須免為其難,想到法力高強, 並還有極厲害的接應,心氣又伏一臟,火法真人王猛最是強橫, 略向大師稱這導繞之後,便道,貧道隱居行山等地,清修避世,百元年來不曾與外人來往, 因民近來貴派昌隆,人才畏起,又有這番千古難逢的成舉, 不得貧道師徒激欲觀光,連貧道等平日患養的兩隻虎面囂,一隻金眼兒,也要隨來見識, 雖然他們通靈多年,能大能小,忠嚴受提了職,有烏仙虎, 不知道有可能容許他們進苦魔,參下大師之這兩種驅使最猛惡的惡獸空琴, 妖人大了同來,心傳叵測,故作不經意之狀,微笑答道, 齊道有門下弟子也有幾個幻養著緣,學之類靈脈的,有主人在,當不知於放肆, 不過,愛客中也大有鮮琴同來的,二類與人不同,物性有忌,大盡無妨,主人一律款待,響以美食, 只請叮叮祝祝他們不可離開道有,以免萬一生性傷黑,爭鬥起來,不論何方受傷,主人居國難處, 話雖然明,幸物介意,黃馬暗笑,緣,學之類也值一體,怕不造了囂,口中美食, 故意笑道,他們多是野性未順,特為占養仙虎而來,不慣驅促,不過,只要不去撩伴他們, 也不會無犯敵,生性傷黑,自是常事,貧道只恐他們無知無犯,自失客禮,否則他們這次在外生時, 如為別毀道有真琴而受所傷,好借此境界瑕疵,殺他火性,正是求之不得呢,說時,便聽妖道妖爭奏終竅明小,聲神猛麗,大師暗笑道,不知死活的葉蓄, 不久便是劫數臨頭,還敢發威,孤作美文,笑答,這樣便好,倒有記不以此為意,哪更好了,說吧,荒耀言嚇入內,忽聽破空之聲, 竟急而嘗,眾妖人一聽,便知是同黨黃龍山清疏臨元長老,大了門下先緣道來,故作不解道,道友,有客來了, 大師漢,大師漢出妖道面有欣喜知識,知是同黨,便答道,不知何方道有家臨,有勞諸位道有手待,一同言接也好,一言虎筆,一道白紅戴著五道像許長的清白光華,以一同接天非聚, 大師漢,大師見來人身穿白麻布衣,圓鼻圓堅,滿頭鬚髮,棄白如銀,兩道白瘦眉由兩邊眼角下垂及甲,面色鮮紅,屍鼻闊口,滿嘴銀牙,兩耳垂論,色如單紗,又長又厚, 茅相奇古,通身衣理清潔,不著點神,一對面逢著的細長眼睛,增合之間,晶光閃閃,隱射空望,身後隨著兩瘡三百五個通鼻圓喉,看去身材沒有仙虎雙圓高大, 都視火眼金睛,鐵爪長臂,動作矯健,顧盼威猛,雙方通罷聖明之後,眾妖人也故意與來人禮罪,互至仰慕, 此元長老初來時,神色頗造,及至大師賢黑同行,嘔一眼望到洞門上面,立此吃了一驚,朝皇猛和妖僧觀在看了一眼,大師早已看出,那是佛門紅莫神光,了定不是昏陀, 便是白眉仙絲,不知何時路過,見仙虎後洞子有幾名弟子輪跡,無甚別的設備,雖然無事,眾愧妖人侵母之心, 督以暗中撤下,使來人知道戒神的,見者者妖人以目視意,不禁謹笑,也不說破, 故意前行引導,已是無他,直到太原洞中,賓主樂座,略談偏黑,便換當時輪跡的諸葛景我,秦子玲,將妖人師徒造一喜,兩女妖人造一喜, 分別令皇先府安置,靜後開府成會,行事並捉諸葛景我,全是原聲, 內客隨元長老,還有五位先緣,須多避酒果款代外,黃道友等還大有虎面囂和金眼等真琴耳秀, 他們驅不耐驅促,告了先管,許要放出,告知佛無他們,遇上時小心,不要朝夜,以免聖黑爭鬥,異人會議,隨即答應, 帝子遵命,大師也未親陪,只送出太原洞口,便即作別會申,自尋妙一夫人等相已應付,不提, 黃猛先見先雲流觀過於輝煌華麗,心想,這仍迫艾,對方才發現不久, 門人十九新進,那女會建立者許多的浴樓仙館,必是埋弄懸虛,將尋常事物運化點綴, 故作驚人之舉,龍巧十之八九街市運景,並非實物,都說不定,自見諸葛, 秦異人到了地方,只隨手一指,便由地上平空顯現出一座亭借,和前見一樣, 銀壁雲流,甘廷欲動,內女陳設更是來慶將,冰臉朱英,日用覺物,無筆筆懼,光彩綠麗,秘極精麗, 愈以為主人號稱圓門正中修道之士,自居太圓洞指示棄長莊嚴, 愈以為主人號稱,觀雅撲實,無多陳設,兩下裏比較,遠隔天圓,又想,這類流臺亭角有好幾十所, 未現出的想迫環有,幽說通體驚搖,難得如此成才的美玉,便室內陳設, 也無一見不是人間欺見之真,絕非尋常歲月可得罪念,主人師徒正在勤於修為, 豈有為了開虎賓客數日之需,費上這樣大的心血精力,物色形見, 成此曠古未有的奇觀巨制,怎麽想,也萬無此理,亦發斷定前料不差, 是個環境,初來虛實未得,不便當著主人師位,等諸葛,秦二人轉身持出, 王、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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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才取兩件物事,勇敢發一事,並無意中, 在連紡舍大容具依然行發解破,驅使圓形未動, 漸漸看出無一樣是想的,才知敵人為實不可輕時,不禁大吃一驚, 諸葛、秦義人員因九宮岩者幾座管社與先賴頂月休下期之所, 以及諸神琴所居的老暴巢,相及甚近, 全心把總要因安自在一起,明時分成三處,實則望行對雨,相距止尺, 行事並說,開府上有三數日,諸葛師長是亡,無下奉陪, 各賓館中如有同道,不聞身之舊有,均可互作往還,結伴遊行, 宴閘為樂,如需酒食,或先原先收門的食物,另有執役男女士同, 隨時往來各處賓館,略夫是同,便即應聲而致,一經是知,可立奉上, 不過姐姐男女士同都市入門未久,撲納緊衛,師長法界掃嚴, 指知執役成嬰,奉命為緊,絕於應對,如有不周之處,尚刻原諒,免使受罰,一面又止吸她們看, 還要人經過壁的賓館時,早就見到幾個年約十二三的道章男女同子, 都是一色打扮,男玩渣計,女的誰計,短髮財雲,容顏美瘦,一身必靈短衣複, 上屁翠葉雲堅,百足如霜,下燈葛里,手捧三尺肉盆,中柱酒果食物,貼地飛行, 往來出入於角樓台庭館之間,遇到高樓,敬直飛上,也不見神頓光雲氣隨身, 指示靈虛如空,上下如意,腳底好似有深洞西托柱一樣, 最奇的事,不但裝束相同,連連睡相貌,高矮半瘦,無不相似,本來差畢不透視甚來歷,聽了主人之言, 才知境是先虎執執逆小童,十分驚異,接著一童子送了些酒果前來, 其實這些童子指示姜雪君前在先山時,見洞亭東西兩山有不小碎九通靈的古樹, 因是草木之靈,只憑日精月懷與山川靈氣之潤,儘管遙有靈性,均還未成氣候,不能脫體變化, 兩山地大肥屋,居民日中,事受朝宮陷伐,枉至煙峰一路,無計防禦,各著他們與人無害,成長修為不易, 一時測忍,親著閑中無事,混用員工和師門心法,到化了數十珠, 坐其練成形體,使其修為,近已成道在職, 這些靈目攻後仍差,既恐日後為惡人所傷,為了初怨,又恐朝宮無知, 妄家採佛,他們自此有點法力,為了切身之痛,作怪傷人,無形造業,多半已移向壁柱深山荒軟之地, 如性還有三十六珠,驅是陽梅,批霸,梅花之類,公後膠深,又是冬山名產, 意欲成雀我未開府之便,採來點醉先山,權當送廟一真人夫妻的禮物, 因不願途中弟子惟以派妖人執役,便令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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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看去神奇,愛人也不能加害,忠與真人有意,黃猛等妖人驅都法力高強,遠性活流, 只為初入仙府,便見許多靈異之跡,甚至有點搖滑,以為敵人故意炫耀, 這些事同功力必然不淺,及至先同宋元酒果要走,卓遠峰故意將他換住, 一問話,果然木納,說話困難,再定精仔細一看,木大青芒,面白痴肉,儘管清瘦絕倫, 卻是冷冷的,不帶一絲血食,情之有意,荒慾追揭詢問,道同忘思禮回身外走, 眾妖人已經看出不是真人,只不知是神精靈幻化,大力仙同紅大陶醉是妄狀,見那道同生得靈受可愛,見人卻答不上話來,面有困色,覺著好玩,想逗他一下, 身手便拉,身手便拉近,便切足電一半,當時反鎮回來,列大飛上,人未拉著,手倒震得法麻, 悸然鬼焰兒諸赤五見狀藏驚異,忘思妖法,將手一止,二欲將他禁住,那知道同景如無寂教,連頭也未回,便松茸飛去, 徒神指吾中莽織爛左,埋怨道:「你們怎這般莽葬, 我們與對方並無仇怨,此來為了何時?」 這些童子分明是張柳神一類,主人用來執意,並無心意, 正經是還未相異,卻去考究這些無益之事則審。 我們成道多年,已入寶山,如若空手回去, 憂說要被外人恥笑,也實無意自解, 我們只是看著好玩,無心作傻,唐因此引起敵人猜忌,下手起筆更難。 王道興因見這些留觀陳徹,便生戒心,其實不過是些豬肉珍寶, 因有者摩多,仍見又如此精巧,便各其了, 焰知筆是七拼百臭,各處借來莊點門面的呢? 我們大有先琴靈壽和元長老的先緣, 都是極有力的幫手, 那能一點真實本令法力未見,便生退心,說出去也是笑話, 我看筆數日便是更神正日,敵人全數出面, 講語越多,文說內中有不少能守, 不成他們忙於開虎幣動行法之時下手,到了正日,必更加難。 元長老色才以當著敵人最見,其實王道興過於謹慎,便做本內之交, 又有何妨,你看人家將我們都安自在一起, 那有一點防備之心,敵人不是太無, 看不起我們,便是真個客多,人少是忙, 正經主人又在動內行法,不能分身, 所以連歌陪客的都沒有,此時正好把元長老和龍生意會請來此地, 從長繼而,趕緊下手, 隨時正理,時機稍縱即逝,悔之無及, 王猛道,我欣動口的佛光,各出動中定有能者暗中主詞, 憂漢無心防備,為其托大,才見其有恥無恐, 事情自事必辦,不過總須慎重而行, 免自閃失在這些年輕小背手裡,將來無顏見人。 免自閃失在這些年輕小背手裡, 免自閃失在這些年輕小背手裡, 免自閃失